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应该就适用于劳基法 但是我们的劳委会在民国87年跟96年分别用行政函事把这些人都排除在外 让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劳基法的保障 同时我们看到在现行的行政法规底下 行政院虽然他定有关于这个约雇人员雇用办法 还有聘用人员聘用条例 但这些规范都极为简陋 也保障不到这些社工人员该有的一些权益 包括像他们的工时跟休假 这些内容都负资缺辱 本席在这边要问的是 这些约聘雇的社工人员 他们既不是公务人员 也不适用于劳基法 那他们是什么 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社工人员是站在第一线 去保卫去捍卫我们这些弱势家庭的权益 如果说这一些社工他们基本的权益都没有办法获得保障 他要怎么样去打仗 他要怎么样又去为我们这些弱势的家庭 去捍卫他们的权益 去保障他们的权益呢 因此本席在这边其实要郑重的呼吁 劳委会应该要重新检视 关于这些地方政府所聘用的这些约聘雇的社工人员 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回到劳基法的适用的对象 那唯有我们去保障这些基层社工的权益 他们才可以站在第一线 好好维护我们这些弱势家庭的权益 以上谢谢